打地面战美国基本上没有基本上没有赢过吧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下 为什么说北约摇摇欲坠 来说说英国 韩国影视约要被弹劾了 日本呢又即将 因为中国跟日本是有世仇的 那中国打日本绝对是不会手软的 还有英国现在也要面临一个大选了 华尔街日报就有一个标题 我也把它截取出来了 特别搞笑 他说世界上最成功的政党 或将在英国大选中惨败 就意味着短短八年间 英国已经要换第六位首相了 而保守党将失去连续14年的执政地位 苏纳克所在的政党就是保守党 如果我们把这14年分两半来看的话呢 前半段的这个首相呢 算是搭上了中国的这个便车 挺过了像是次贷危机 欧债危机 原本做了有声有色 但是后来有脱欧嘛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英国逐渐的就成 从日不落帝国逐渐的就日泊西山了 包括这次有一个YouGov的调查结果 我们把下张图带 对就张图带给大家 选民为什么说英国民众四大接控 因为英国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是 经济健康庇护和住房 来看到保守党在这四项当中通通都是不及格 包括BBC现在直接把英国的问题 外交问题也指出来了 他说新首相一上台可能就要面对两个重要的国际会议 第一个是北约峰会 第二个呢就是欧共体峰会的考验了 因为北约峰会会在下周开始正式举行嘛 现在工党的影子外向 已经提出了需要和中国保持平凡的接触 他提出一个论调 他说特别尤其是在美国这么积极的做 而欧洲伙伴也跟进之后呢 英国重要官员访华记录似乎是乏善可成的 我想请谦歌就工党哦 那就是说苏纳克吻书的这个局面 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英国的未来的政治 我们该如何去观察 政治联动军事啊 苏纳克说我会占到底哦 是 你不能够说我现在就输了哦 历史常常会有戏剧性的转变 有黑天鹅吗 所以我会占到底 有黑天鹅吗 我会占到底 对啊 所以他会占到底 这个他有印度人的血统 乐观 非常好 我对印度人是非常尊敬的 又欣赏的 因为他们的一些特殊的逻辑 哲学思想 生活态度 总是让我们惊叹不已 他们可以去拯救NASA 他说我可以救你的太空人下来 但是他的月球车 那么一登月马上长眠不起 他可以多次的发射火箭失败 但是他可以继续开心的说 我们继续会发射 总算会有一次成功 他们果然成功了 那立刻就进入冬眠 我们都是很赞叹 所以他可以去救美国的太空人 可能发射不见得会成功 也可能再也回不来 所以这个也很特别 好不管 那印度血统的苏纳克 他的态度摆得很明白 我们会占到最后一秒 入死谁收 谁知道呢 好 但是除非所有的民调的科学都失证了 不然的话 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大胆的说 保守党一定是彻底的惨败 这两个字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 您刚提到了很好 你提到了这个隐习院 目前民调最低 在国会惨犯 而且还面临被弹劾的 这样的一种被羞辱性的风险 因为他从上来以来 就追随拜登 然后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搞得极其恶化 几乎中韩不太来往 虽然李强最后还勉为其难的 跟他们见面了 但是您也看得到 没有任何成果 好 这是韩国追随拜登 就是要对中国大陆 非常的不友善 岸田文雄也追随拜登 对中国大陆是更极尽不友善之能事 来讨好这个拜登 结果他的下场 他的民调支持度跌破20% 现在日本的自民党内部的 一堆人想把他换掉 所以他在做垂直的挣扎 9月份很有可能 他也要下台一举功了 目前他的民调是敬陪莫作 好 这个就是您刚看到追随拜登的第二个国家 第三个国家 当然您刚提到的就是 澳大利亚的前总理 莫里森他也是灰头土脸的下台了 那是追随拜登的第三个国家的领导人 然后您看到第四个国家就是莫迪 他在上一次的选举中的时候 他的政党还超过绝对的半数 三百多席 现在他只在两百多席 不到一半 掉了一百多席 也是灰头土脸的 因为他也追随美国 跟中国大陆搞得这么的紧张 中印的关系也陷入最大的紧张 经济贸易的关系都一塌糊涂 那么第五个国家 那当然就是英国了 英国从强生到特拉斯 到现在的苏拉克都追随美国 跟中国的关系搞得一塌糊涂 经贸的关系几乎都停滞不前 英国的经济产况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您刚刚谈到的 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于经济二字而已 对 而全世界都知道 你要把经济搞好 你不跟一个全世界 工业生产制造能力最强的中国 中国一国抵得上G7的总和 一国抵得上G7的总和 生产制造力 中国的贸易在全世界排名第一 生产能力第一 工业制造力第一 贸易第一 而且本身的市场消费力 全世界排名第一 远远超过美国 这样的一个都是第一的国家 你却要跟他为敌 而他从来没有跟你为敌 他要跟你打造一个黄金十年 你却把黄金十年的计划撕毁了 你把它丢在垃圾桶 然后你完全追随美国 结果搞到今天 英国是什么下场 住房难 看病难 物价难 就业难 然后失业找工作难 各方面都难的心情下 你说英国人当然是痛苦不堪 那你美国给英国人的承诺 其实英国都是自己甘愿这样做 他的所有的选择都是他甘愿的 没有人强迫他 都是美国人说 你跟着我走 你脱离欧盟 然后我会跟你签自由贸易协定 英国人就脱离了欧盟了 然后美国人说 对不起 我不跟你签自由贸易协定 你被我骗 那你认 我跟你说 你现在跟中国大陆搞坏 你每天骂他 从早骂到晚 天天骂 而且要每天骂 从强身开始天天骂 骂到最后 中国大陆跟英国的关系 十年的合作计划撕毁了 你核电厂 英国片面撕毁 所有的合作 都是你英国片面撕毁了 好 那搞坏了以后 现在美国人 英国人说 那你应该给我了吧 美国人说 给你啥 什么 对不起 我任内 我觉得不跟任何一个国家签 自由贸易协定 包括英国在内 那英国也乐此不疲 所以都是自己愿意选择的 那你今天被黯然下台 怪谁啊 工党你上来 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坦白说 我们现在对于 安格罗萨迅族的任何一个政党 都没有信任感 开玩笑 从最近的事情 我们可以知道 能够当美国爸爸的 只有以色列了 你英国还想跟美国 争凶到地 算了吧 哇哦 好